中国历史上五大常败将军 中国历史上五大常败将军 打仗几乎没赢过 但在历史上知名度不低 我国历史上 有不少常胜将军 如武启 白启 韩信等 他们一生携有败绩 还因为他们的赫赫战功 名垂青史 与之相对应的是 经常打败仗的将领 容易遭到人们的鄙视 但是我国历史上的这五位将领 他们生涯没少打败仗 但是名气非常大 还有人被后世为人不断写文歌颂 一 李广 李广是秦朝名将李信的后人 李广的成名是在汉景帝时期的 无处七国之乱 当时李广夺了叛军的旗帜 立了功 但由于没有政治头脑 接受了梁孝王的封赏 所以没有得到汉景帝的赏识 李广是汉朝的抗击匈奴的名将 被称为飞将 起码射箭之术非常厉害 个人武力很突出 一生和匈奴打了八十多场仗 但其中大部分是小规模战役 虽然李广自身是议员 非常勇猛的战将 取得过不少圣计 但是李广输掉的战争也非常多 他和匈奴作战时 好几次全军覆没 还曾兵败被俘 李广参加的大规模战役 他不是输给了对手 就是因走错路未能赶上决战 这导致荣马一生的李广 因为缺少有足够分量的功勋 所以始终未被封侯 即李广难封 李广缺少显赫的功勋 但是他为人勇猛 能体恤下属 再加上自身不幸的遭遇 这让他得到了后人的同情 后世的文人 不断写诗 写文章来赞颂李广 这让他的名气 并不比魏清等将领低 二 吕布 吕布被三国演艺神化为 三国第一猛将 实际上在历史中 由于吕布是一方诸侯 所以不会出现和敌将去单挑的情况 但是吕布指挥过的战争 大部分输掉了 吕布投靠董卓后 打了两场战役 一是洋人之战 吕布与胡枕 华雄一起攻打孙坚 由于吕布与胡枕不知 散布了敌军来攻的假消息 结果被孙坚打得大败 第二是洛阳之战 再次被孙坚打败 董卓被杀后 李绝 郭四等人率领梁州军攻打长安城 吕布负责守城 结果仅八天就被攻破 吕布战败逃走 虽然此战失败 由守兵打开城门的关系 但是吕布战败也是不争的事实 随后逃出了长安 吕布唯一一场打赢的战役 就是与黑山军的作战 黑山军是农民几家 装备很差 吕布联合袁绍帅领手下 一起打败了黑山军 除此之外 吕布再无胜计 吕布被成功盈利到燕州后 战境的优势 但是两年的燕州之战 吕布还是被曹操大败 并被赶出了燕州 最后的下批之战中直接被俘身死 吕布一生中几乎都在打败仗 尽管他个人武力勇猛 但是军事能力太差 说他是常败将军并不 三 夏侯敦 夏侯敦是曹操手下的最受信任的将领 个人武力与勇气是可以的 但是行军打仗真不行 夏侯敦早年的战役都是跟随曹操一起作战的 没啥特别的战绩 濮阳之战时 夏侯敦作为曹军的主将 不但被吕布麾下的将领给击败了 还被他们给生擒了 燕州之战时 夏侯敦又被对手给射瞎了一只眼睛 高盛和张辽攻打小配的刘备 夏侯敦支援刘备 也被打败 公元202年 薄望坡之战 夏侯敦又中了刘备的计策 急功冒进 被刘备大军击败 虽然没啥战功 但是夏侯敦在曹营待遇到是挺高的 因打仗没啥胜计 后逐渐退居二戒了 更多时间就是在后方屯田 做做行政工作 四 李锦龙 李锦龙是明朝著名开国将领李文忠的儿子 李锦龙是在建文帝一朝开始得到重用 在靖南之役中被建文帝任命为大将军 取代老将耿炳文 这是建文帝一生最大的错误 李锦龙成为大将军后 开始负责对抗燕王朱棣 李锦龙首次出战 率军攻打北平城 始终无法攻克 等到朱棣率军返回时 大败李锦龙 李锦龙全军崩溃败退难归 在大同之战时 李锦龙又被朱棣打败 退回济南 仅仅几个月时间 李锦龙败光了明朝十几万军队 一战未胜 朝廷大臣请求建文帝诛杀李锦龙 也被建文帝拒绝 只把李锦龙撤职 朱棣率兵打到南京城后 李锦龙打开城门 放燕军入城了 这让朱允文丢掉了江山 算得上是明朝的常败将军与何投降将军了 五 范文虎 范文虎南宋全臣贾四道的女婿 所以在南宋步步高升 1267年 贾四道派范文虎率兵去救援凡城 但是在紧要关头一路上歌舞雷酒不断 导致他错过了和凡城守将张贵约定的时间 使张贵孤军作战 最终惨败给了援军 凡城沦陷 随后 范文虎也被援军击败 但由于范文虎是贾四道的女婿 所以他不但没有遭到朝廷的惩罚 还反过来升官了 1271年 范文虎再次率兵抵御援军 一败再败 1275年时 面对势如破竹的援军 范文虎象征性抵挡了一下后 直接投降了援军 并获得了援朝的重用 1278年 范文虎替援朝率兵攻打日本 但他的大军还未到达日本 就因遭遇台风而死事过半 之后范文虎从英岛逃走 并丢弃数万将士 导致众多援军被杀及俘虏 经常打败仗却并不影响他的官场 范文虎在宫日战争中失败后 仅仅被免职一年 后来又复出了 还当上了大援朝的尚书又成 并且善终一生 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保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